選舉管理委員會早前公布 將於明年3月11日 補選香港島、九龍西、新界東 以及建築、測量、到時規劃及原境界功能界別 合供四個立法會議席 但是有關日子和人大政協兩會撞期 文件聯主席李慧琼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 既然選管會已經決定補選日期 到時會按照情況部署選舉策略 但是他批評選管會在考慮補選日期的時候 未有作出全面考慮 拜會在鎮後一兩個星期 這個其實對選舉安排完全沒有一個大的影響 也是同樣的 公民黨黨魁楊岳喬就認為 兩會對香港來說 始終不是法律上或者其他事務上 一定要避開的日子 認為不能夠因為撞期而訴諸不滿 對於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 曾經就補選日子努力過 楊岳喬說對方沒有再作進一步解釋 認為沒有必要猜測 他認為政府今次表現出對選舉制度的尊重 是正確的做法 Live TV記者陳英倫報導 Live TV記者陳英倫報導